乌兰关桥的过路费今天起调高 如果加上马国之前调高的过路费 使用新柔长低的过路费将比过去高四倍 有开车人士转而搭乘巴士和火车 但是长低还是相当拥堵 记者庄庆宁报道 过路费调高第一天 上班繁忙时间 长低出现长长的车龙 但有公众认为拥堵情况不如预期严重 相信是因为有部分开车人士 转而改搭巴士和火车进入我国 公众也发现今早乘搭巴士和火车的人明显增加 火车比平时拥挤 巴士的等候时间也拉长约15分钟 有些人因为人龙太长 所幸步行过场低 今天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我看了好像没有巴士这样 一气力也是比较少 所以我就选择走路过来 要看情况 然后又排很长的路 比较很多人 打巴士的 对大黄色巴士 可以大概攻击一下 大概多多少人 还是你需要等比较长的时间 大概比我们平时是大概等十分钟这样 然而即使西马两地的过路费大幅上涨 还是有人坚持要开车 受访开车人士也表示 会在观察一个月左右 要是新过路费确实带来太沉重的负担 才会考虑转用其他交通工具 新传媒新闻记者 庄清零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